紅海集團今年因應疫情開始自製紅海牌的口罩 除了要給國家徵用之外 為了回饋總部還有相關企業所在的 新北市土城區沛坡里和頂埔里 現在是大方的發出了兩萬片的口罩 而這里民當中也有不少是紅海的小股民 紅海土城總部旁的里民中心 一大早人潮繞過一圈又一圈 大牌長龍是在搶什麼這麼行 後面這一箱一箱呢 就是剛剛才從紅海頂埔廠生產出來的紅海牌口罩 光是今天就發出了兩萬片要來回饋淋漓 原來紅海董事長劉洋偉霸氣一口氣捐出20箱自家生產的口罩 要回饋給新北土城區沛坡里和頂埔兩里 他在產能做出來的量有辦法擠出 因為要被徵收的關係 他有辦法擠出一點點 然後跟我們這些周遭的一些里來聯絡一下 提供我們這些里來使用 現場湧入50位里民 其中還藏有不少紅海股民 到場第一句話全都問 劉董會不會來啊 原來搶口罩只是其次 更想給上任一年多的董事長劉洋偉點個讚 因為聽說紅海很賺錢 所以買股票就是比外面的投資都更好 所以我想買 有賺到錢 但是不多啦 頂多一兩萬塊而已 儘管劉董最後沒現身 但股民對於後世還是很期待 只是受到美中持續角力 紅海出席第二天 股價開在81.5元 盤中最高來到81.9元 最後下跌2.1元 收在80元暫時貼席 我的目標設定是 在2025年能夠從目前的 將近6%的毛利率提升到10% 6月股東會上信心喊話 這回面對中美交鋒力巡進逼 劉洋偉也將在8月12號發說會 親上獲獻問軍心 東森的新新聞 我們會由楊昭台北採訪報導 小黃金的新闻 東森 5F 福祉 開始 一斤 成功 一斤